接下来关心华联社会新鲜人职场集市站立工作坊课程 并且是圆满的结束 由讲师金鼎奖最佳杯文学图书奖得主洪正宇 来亲自颁发节证述给每位学员 华联县长许正位是特别到场献上满怀的祝福 为期三天的华联社会新鲜人职场集战斗力工坊课程圆满结束 现在许多表示学员们透过三天的课程获得满怀的收获 黄正宇讲师表示 继续透过三天的课程培养学员们的创造力以及企划力 了解客户或在地居民的需求 并且在第三天透过简报精简表达想法 进而发挥影响力 三岁学员将分成为五组 并且依据不同的议题到社区进行持续的练习 未来也会持续到花莲开办课程 也希望更多青年人来花莲生根发展 这次来花莲三天的课程 我们要教的是如何有创新企划力 接着要怎么样问问题 找到顾客或在地居民的需求 那我们第三天的课程就是简报 如何把你的想法精准地表达出来才会有影响力 那我们这三天的课程上完之后 我们大概有30个学员 就会分五组去不同社区 去根据环保还是圆明教育的议题去做实作的练习 把我们三天课程有效地运用在花莲地方 希望对花莲有更多的影响 而且这是蛮多花莲的青年返向来上课 他们觉得说以后就不用去台北花钱上课了 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次的很好的课程学习 那所以我后来开的是 主要是对我们的县府的科长培训 应该也会去培训我们的老师的教学 精进教学力 然后可能对观光局有一些影响 所以未来会常常来花莲 希望大家让花莲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这场集散动力工房课程的目标在于 传授职场最需要的职场专业能力 通过工作坊的形成 转化成在生活上力气应用的软实力 要面对未来时能够更加的有目标 并且充满自信 为后一起时代做积极准备 更为深更花莲长期发展的根基 这个中文观察会老 请不吝点赞订阅